竟然被我發覺了 坦州近住你的屋苑 有一間水蓋館 是松山教我學生懶活 感覺就是這個樓盤很棒 除了這個地方很大 這個戶也非常之大 20萬平方的戶 還有入住率有六七成的景源 想看完整項目的視頻內容 記得收看我們V加大灣區順盤和聞道 出陣的故事 我立刻 Hello 各位觀眾 Hello 我坐在我身邊的 這個就是在敏捷國際花城的一個業主 這個就是我來到中山認識的第一個香港朋友 她就叫做Anita 其實她是一個美女 但是她說害羞所以戴口罩 Anita Anita 竟然讓我發覺了 坦州近住你的屋苑 有一間素菜館 是的 我都不知道 是的 我網上找過而已 因為你知道我住在中山城區那邊 我都沒有想過這裡會有一間素菜館 最好是什麼呢 自助餐差19元 是的 我都不知道 這些就算炒菜那些都很便宜 是的 應該是 說真的 尤其是我們這些素食者 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他們是素食者 其實她都有問過 如果我移居大灣區 會不會找不到地方吃東西 其實中山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真的可以說是每一個地方 東區 西區 南區 石旗區 坦州 都有素菜館 所以這件事大家不用擔心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先開餐 因為現在非常之餓了 我們吃完之後再談 好不好 Anita 我們吃完飯了 是的 你知不知道四菜餐一湯是多少錢 不知道 你多少錢呢 一百七十八元 很便宜 不錯 挺好吃的 其實我很感謝你 因為你不是素食者 你今天都陪我吃素 是 還有攝影師 內部生吃一餐 清一下腸胃 我怕攝影師下次會說 叫做主持人 每次和我吃飯都要吃素 師傅都說好吃 這次都不錯 是 Anita 你記不記得我們是怎樣認識的 我記得 啊 經營會有個活動 是的 講一些講座 其實我們在講座裡面 聽完講座之後 就會有一些活動 我們就在那裡認識的 是的 Anita 其實我也很開心來到中山 因為我認識了一群香港朋友 其實以前我在香港 可能我來到了中國大陸很多年 其實可能會忽略很多朋友 以及是家人的 但是我來到 以前在中山的話 對不起 應該以前在東莞的時候 今天就顧著做事 就是沒有辦法 你年輕的時候當然要拼搏的 來到中山之後就開始 學會慢活 是中山人教我學會慢活 你知道嗎 什麼叫慢活 慢活就是 不要那麼快 慢慢來 是的 慢慢來 沉澱一下人生感那些 你明白嗎 所以現在我就覺得 我愛上了中山 還有我想問一下 你應該是 你和你先生就很聰明 不聰明 一早就懂得在廣州投資 實在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都是 就是叫做買來當度假 那樣的 那時候就很便宜的了 就是叫做什麼 有成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三十年前 方不方便說哪個好遠 祈福新村 祈福新村 有很多香港人住 那時候就很多香港人買 是的 就是很多香港人買 很多香港人買 我妹妹買了一套 然後我買了兩套 我姐姐又買了一套 全部都是香港人買的 現在就很可能 樓價升了 那些香港人就 叫做賺了錢 賺了些錢就退出來了 不做度假屋了 現在反為國內人多一些 真的很聰明 你很懂得投資 也不是 那時候都是 喂 你還不懂得投資 買花城那時候 你知不知道他多少錢 你趕回出來 我都口水流 六千多元買花城 不過他就無批 都知道就賺了 我當他放兩千元進去 兩千元進去做裝修 一平方 那你房間多大 現在來說那個是113 還是13幾 13幾 是嗎 113幾 113 113 那都賺了幾十萬 113 都可以說幾十萬 是的 實際最高的時候 聽說我們那個單位可以買到150萬 我們買回來 無批是60幾 因為那時候我買回來 我都不是想著住的 就想著 近一點 就是回到香港很方便 港珠澳大橋 所以就想著 都是買一間 或者又要過來度假的 都不會真的很多錢進去裝修 所以 算起來 我估計 七十多八十萬左右 如果是那時候賣150萬的話 就賺了很多 現在就跌了一點 不要那麼貪心 不要那麼貪心 有時間算了 那我想問一下 那為什麼 我知道你港州祈福的那兩間房子 現在還在這裡 是 這麼出租的 那為什麼你現在反而會考慮在中山住呢 因為我覺得中山回香港方便 我那時候回香港看過兒子 但是兒子也還在香港住 那時候我早上有一輛A車 由花城直出的 去到這個珠海拱北那邊 是 那下車之後 他又有一個專線巴士 就上去港珠澳大橋的 哇 那全程多久 全程我想都是 就應該是一個小時內 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 哇 那很快 是啊 由花城出 去到一個小時內 如果譬如說 你自己開車的話 或者自己打的 是 就八九個字就可以了 八個字左右 好 那你說現在有疫情 嗯 那如果以前沒有疫情 就是手癢 那都去澳門捏回兩鋪 哈哈 有啊 那很方便 很方便 那時候我們沒有車 公交都方便 是啊 想快一點就搭A車 是 是 七八個字左右 即是去到關口那裡過關 是啊 還有這間數食館的老闆娘 我都問過她 剛才跟她聊過 其實她都是澳門人 嗯 那她自己都跟我說 她很多澳門朋友 都是買了 就是現在這個坦州這個地方 那她說 以前早期澳門人買坦州 就是打算度假和投資 那她自己因為在那裡有生意做 所以她考慮在坦州住 而且她覺得坦州是珠海澳門的後發院 那她覺得交通很方便 你知道珠海現在的房價都很貴 三萬多了 坐地都 是不是 那她說 拱北就真的很方便 又緊住 對不起 坦州也很方便 緊住這個拱北口岸 是啊 她說其實她認識現在很多的朋友 都是澳門上班 住坦州的 是不是 是啊 我認識的朋友都是這樣 是 她每天都乘搭A線那裡 直出去 那就是趕到上班 房價都是三分之一 是啊 珠海是三分之一 那我還想問一下 那現在你在中山有些什麼活動呢 因為其實我本身有些觀眾 其實他們都準備想回來中山退休的 那其實很想了解一下 譬如你去到退休的年齡 那退休就視乎你的年紀 那有些可能真的很年輕就退休了 那一般來說 我想都是五六十歲 五十多歲開始考慮退休了 那其實在中山平時你們有什麼活動多 平時來說我們都是出去喝茶 那因為有A車的關係來說 我們就算珠海也很方便 都是半個小時 七八個小時就去到珠海那些 叫做很漂亮的茶樓 那些叫做 那些 我不知道好不好說個名字 哈哈哈哈 不要說 那些茶樓 那些酒店 那些酒店 那些酒店裡面的茶樓 在珠海來說都很頂級的 是第一二名的 可以說一下的 可以說一下的 給觀眾參考一下 還有你說大酒店 那便宜不便宜 價錢來說 當然沒有中山這邊那麼便宜 它始終都是珠海 但質量真的很OK 就是很漂亮 拍得住香港那些高級的茶樓 尖沙咀那些 拍得住那些 那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來大灣區 除了想了解一下 那些是便宜、正、性格比高一點的東西之外 那其實我覺得偶爾自己 都可以吃好一點的 是啊 沒錯 不是說我退休之後 我就要自私出食 去跟著找一些 哇 有這麼便宜、有這麼便宜的東西 我想你回到中山退休的話 不用想著這個 所以它很多是很便宜 而且是不貴都好吃的東西 是的 到處你都可以去得到 我覺得最重要是隨意 有時候可以吃一些性格比高的東西 有時候又可以享受一些 一杯漂亮一點的咖啡 是啊 有 我覺得又不需要一定要 我要找很便宜很便宜的東西吃 我覺得又不需要 很便宜很便宜的話 即便宜到幾元就可以吃 有湯有飯有菜那些 但是你說喜歡吃高檔一點的話 一樣是有 就是叫做 視乎你自己的好 是的 我覺得生活最重要是隨意 沒錯 那我想問 你住在花城 你是第三期業主 你由三期到現在住了幾年 我就應該足足三年 足足三年 你對花城的感覺是怎樣 應該來說越住越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初三年前 沒有那麼多人入伙 是的 而且公交站 就在花城外面 是在舊的售樓處那邊 是 現在人多了住 它就直接搬進來三期裡面 有一個很規矩的叫做巴士總站 是的 所有有四條線的巴士 還有那個A線的車 都全部搬進去那邊 那就很方便的 還有呢 因為人多了住 那些商店又多了很多 基本上我們 只是我們樓下這期 只是我們樓下的商業街 都有三間藥房 好厲害 都有三間藥房 那基本上 你如果譬如說 就是要勤高的話 叫做生活方面 所需的東西 你都可以在樓下就買到了 哇 當然好厲害 是啊 比如說我想吃碗麵 或者是去一些超市 買一些垃圾東西 這樣 就是越住越方便 就是真的 因為我看到 譬如有些大樓盤 譬如好像我自己住的樓盤也很大 嗯 其實就 目前來說 可能都是新樓盤 嗯 都是有少少 就是那個配套 就是有待進步 嗯 但是呢 我剛才來花城 去裡面 看過 因為我們過來介紹一下花城 哇 我自己 和攝影師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哇 這個樓盤很棒 嗯 除了一個地方很大 嗯 那個湖有非常之大 嗯 20萬平方的湖 還有入住率有六七成 多了很多 那就是說 這個地方除了環境好之外 嗯 其實真的可能很方便 是嗎 方便 就是就是 基本上來講 你生活所需的東西來講 你不需要出自己的小區 是 在樓下已經是全部齊了 有時候吃完飯都要到樓下走一下 是嗎 我通常來講 我很喜歡這個湖 那個湖周邊的環境 是 那早上我和我先生 就會下去神問一下 嗯 會不會走一個湖 這樣 走一頭半個小時 一頭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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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 是呀 那你幾點起床 我六點多七點起床 是呀 走一頭半個小時 這樣 那回來 或者是出去 如果想去喝茶的話 就出去 因為這條周邊很多茶樓 很方便 好像說會所有個泳池 是嗎 有會所有泳池 不過我就 就 不是那麼喜歡說游泳那些 那我就沒有進去的 我就最喜歡那個湖 那個環境 是 那晚上我吃飽飯 我又下去散步 又是走半個湖 這次就 是 半個小時左右走半個湖 就這樣 其實呢 我之前初初來到中山 你記不記得我們 初初認識的時候呢 嗯 跟著 我們就買了那些 城鄉居民衣補 是嗎 跟著去年又買了一個外匡 是呀 那其實呢 其實我覺得中山人呢 有一個 就是我覺得是 我自己挺喜歡的 就是其實中山人很親切的 嗯 我們去年買那個外匡 那其實是 中山人要幫我們投保的 嗯 但是都 你找中山的朋友 他們很樂意幫我們做這件事 是呀 如果不是你的話 我都買不到 不要這樣 剛剛那個中山的朋友就說 不要緊要他在做保險的 我幫你們投保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我來到中山有一個感覺就是 除了就認識到一幫香港人 嗯 就是身相識的一幫朋友 其實大家可能都是 準備退休的那個階段 其實很多分享啊 很多活動分享啊 尤其是分享一下醫療啊 嗯 其實你覺得呢 中山的醫療怎麼樣呢 最初我上來的時候呢 我都有點擔心的 嗯 我這麼大年紀 如果上來的話呢 就是 看醫生很麻煩的話 就 有個考慮了 是 所以 所以上來這幾年呢 我都各大醫院我都去過了 哈哈 喂 以前呢 我記得你粗粗認識的時候 你跟我說 你那時候還沒買車呢 你和你先生真的游車可過 看醫生是不是 是啊 因為我們 我們呢 上到來呢 去申請 在中山這邊呢 我們申請的車證呢 就乘巴士 乘公交也不用錢的 是 在珠海申請一個呢 又是不用錢的 所以呢 譬如說 我們要乘那些專線車 甚至石旗那邊呢 是 要10元的嘛 來回都20元嘛 那現在來說 我們那張卡是不用錢的 所以呢 熱天去炭冷氣也好 油氣也好 什麼都可以 喂 我聽說你以前還沒買車的時候 有一個 你剛才告訴我 就是分不分辨 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說 你們會是 戴上那些衣服 是不是 會 就是坐巴士去玩到哪裡 就是在那裡住酒店 是啊 是啊 因為最初來到的時候 哪個環境都不熟 是 是 尤其是聽說人民醫院很出名的 是 鍾先生 我們這條坦州 去人民醫院那邊 就是路程比較遠 是 那我們就想著 還你這麼遠 帶上衣服吧 去到那裡看看周邊環境 哈哈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對呀 周邊環境 又不用趕回來 是 在那裡吃東西 因為有很多東西好吃 是 吃完東西之後 就去住酒店 第二天會去喝早茶 然後就慢慢的 趴趴條回來 散州這邊 是 那就很方便了 是不是 其實你是看一些醫院 想去知道 譬如有些小毛病 譬如有些傷風 感毛去看看 還有有時候又去做一些檢查 是不是 那些檢查才便宜 是 扁撻便宜之餘 是啊 他最好幫你基本上一天就搞定 是啊 你在香港看完醫生之後 就寫子女照 照完之後多久回來複診 就算你看私家的話 你都要可能過幾天 是 發炎所拿到報告來 你再回來看 但是在中山這邊 那些醫院就真的好 真的 你早上去的話 有什麼發炎呢 下午就全部看完 是 即時問醫生 一下就搞定了 是 還有呢 就是 那個流程很快 是 不用說這麼辛苦 還有呢 有件事很難 譬如假設 以前我們去香港看醫生 譬如某些項目 譬如看一些專科 譬如我要看心臟科 或者看其他指定的項目 你就找個醫生 譬如叫你去哪裡驗 但是呢 中山的醫院很有趣 譬如假設我現在看病 我看一個普通內科的醫生 那可能我就叫他 就跟他說 我想驗什麼驗什麼 那他即時開始給你 寫紙給你 是啊 就算不是他的科 他也寫紙給你 是啊 就很快脆 那就耐一點 以我自己的經驗 耐一點就可能是那些 其實都要跟觀眾分享 耐一點可能就是叫CT 嗯 還有歐差生的那些就比較久一點 因為人多 嗯 其餘那些真的驗血 驗其他那些真的很快 即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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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歐差生CT那些要等久一點 等 通常來說 那些都不會等很久 等三四個字左右 是 就有的了 因為我中醫院 因為中醫院有很多人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較喜歡看中醫的 那中醫院 通常我去照CT 和歐差生 那你大約約一個小時左右 因為他人多 但是都不要緊 我即時可以一天做完 中醫院更好 是啊 你譬如說看完醫生 沒空等拿藥的話 是啊 會有到送藥服務那裡 送到你家裡 不用錢 還有個醫生會問你 即在開完藥單之後 醫生會問你 要不要煲啊 是啊 要不要記啊 是啊 沒錯 因為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那好吧 你到時送來 是啊 又不用錢 多好服務 所以你說 我來到中醫院 因為我不想走 還有 我知道最近 你和你愛人買了一部新車 現在不用遊巴士可 是不是 不用 現在來說 因為 基本上來講 最初的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的去向是怎樣 所以就無謂搞那麼多事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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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住住客人都不錯 都想著都會有很久住 或者是長住 是 都是買回一部車 尤其是你這麼多物業 不是 是 將來去看看 是 那些不用看了 你租了給別人的話 有宗教和你搞定 有什麼事 收租好 或者是收回物業 再重新裝裝 他和你搞定 完全不用你傷神的 是 很方便的 這裏的服務 這裏的服務 和香港的服務是不同的 是 不用你擔心 還有你現在好像你買一部車 雖然你買電車 因為你那裏沒有充電裝 沒有 是 那你買一部車其實都不是很貴 十幾萬 如果相對來說 都算是 我覺得是性格比高的 是 你還可以買一部 尋找尋尋的車 周圍去 其實有些 我知道 有些觀眾說 去到某個年紀 他們就不想開車了 因為他們怕 那個 那個反應沒有那麼快 但是我又覺得 你的小規就不需要擔心 即使 那些業主 他們是沒有車 就是不想著開車 老人家不想著開車 其實走出門口 巴士站多到 真的不需要擔心 我覺得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就算你本身來說 小區沒有那條線的話 因為它外面有很多接駁線 基本上你下車就駁第二部車 那時候我們沒有車的時候 我們出去其他地方玩也是 因為現在高德地圖很方便 你去哪裏 他教了你怎麼回答 很清晰的 因為以前我記得我初上來國內的時候 不是用手機的導航 是用一大塊的那些 就是一大塊的那些導航 接著就夾在那些冷氣位那裡的那些導航 但是一段時間就要去升值 就是你要升值它的程式 然後有一些路就是改變了 或者是車裡面有一個導航 那些導航 你一段時間就要去S店再更新 那時候因為東莞經常都整路 其實他們的導航都是有少少偏差的 我試過有一次上了高速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回來了 但我現在那些高德地圖 即是那些手機那些 很準成 嘩 真是準成 嘩 真是準成 嘩 真是準成 嘩 多少米就轉左轉 現在你有什麼 前面有遺章 拍攝 請你小心點 嘩 現在真是方便到不得了 現在不得了 已經不同了 所以在我們的小區來說 有車沒有車都是這麼方便 是 我也覺得 真的 因為它很接駁巴士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一去到那個巴士站下車 就即時駁第二步巴士去其他地方 就是可以車駁車車駁車 就是會很方便 不用你說要走一大餐路 是的 還有我以我所知 小區出來好像是有條路準備 是做… 就是條路建好之後 就可以直接去到坦州市場 更快了吧 是的 那你要帶我們去看看 有稍後 有稍後經過的話 告訴你 那條路以前 就是最初那兩個巴士站的停泊點 還有前面那裡就是一個釣魚場 那時候釣蝦 是一個釣蝦場 很多人在釣蝦 最近應該是好幾個月了 收回之後 現在在填做工程 聽說應該是有條路直駁出去這個坦州市場 以前我們就要繞一個彎去坦州市場 現在我們由花城出的話 就10分鐘 駕車10分鐘就去這個坦州市場 現在就不是的 不用繞彎 由那裡直出去就是了 應該快很多 會時間縮短多少度 我估計應該怎麼都有一半 可能到時候駕車可能5、6分鐘 都很方便 我想Anita帶我們去看看花城裡面 環湖的商業街 裡面有些什麼店 我相信其實除了在外面 你知道周邊也有一些一家一 你經常讚口不絕 那個什麼優越城 如果打風落雨 我沒有留出去外面 那究竟花城裡面有些什麼生活配套 那待會我們就麻煩Anita帶我們去看看 我們現在起程了 好 拜拜 Anita 剛才你說有條路直接由花城 可以去到坦州市場那邊 是不是就是這個工程 沒錯 應該不是很大工程 應該不是很大工程 就方便一點 現在我們這裏 前面這裏就是花城 整個花城 如果一對出來的話 一對出來的話 現在那條路未通的話 就由這裏直去 轉個彎這樣繞 大約10分鐘車程 現在這條路通了的話 它應該直接去到坦州市場那邊 就應該省一半時間 對 看它是不是大約一公里那麽長 是呀 它那裏寫著都是一公里那麽長時間 對 一公里的全長那個工程 OK 那好 那我們進去看看生活 好 Anita 你地頭蟲來的 麻煩你介紹一下巴士線好嗎 是 那我們就有好幾條巴士線 993 就由我們花城這裏 就可以去到香州 中間好像經過上沖 是嗎 沒錯 沒錯 很多地方的 一路去的 中站就是香州 另外這個叫做G993 就是叫做 飯網時間的時候 加多一點班次 特別方便 就是這樣而已 OK 那變成時間沒有這個 那麽齊全 那麽齊全 這個經常都搭很快就有車 OK 接著還有一條997 997 就是去到珠海那邊 就是去到上沖站 去到上沖 油車河車 之前這些全部是中山車 這部是珠海車 所以有分別不同 中山車就2元 珠海車就1元 對 沒錯 是不是還有一條旗江巴士 對 沒錯 這個就由我們這個花城 直到拱北城軌那邊 就是去到關閘那邊 哦 就是去到過關那邊 拱北那邊 就是去到拱北那邊 是不是7元機 7元 對 上車7元 很快去 這裏去都是七八個字 就已經很快去 簡單地說 這個樓盤 有五條寡視線 加上那條G 就是993那個特別班次 是的 即是六條巴士線 是嗎 真的很方便 五條 五條巴士線 不過有個特別班 是的 OK 那我看看商業街 好的 Anita 我們開車看看 花城周邊的生活配套 這裏又有做牙 這條街兩邊都有很多店 是的 這邊都是店舖不少 有三個軸 收腳 什麼都有 對 麵包袍 對 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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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叫做窗簾 是的 這裏也有一間生活超市 有肉 有菜賣的 新開的 哦 這裏也有做SPA 很多東西 什麼都有 也有 是的 剛才銷售也介紹了一間比較大小小的超市 是不是就是這裏 是的 這間叫做得一超市 是的 就在銷售中心外面 是的 底下有一間華萊士炸雞 都很方便 哦 得一超市原來就是這裏 是的 都是新開的 都不是了 開了好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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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看到特別介紹 我以為新開的 開了好幾年了 哦 這是第一期 是的 最初剛剛疫情的時候 好幾年有開了 不用出去買菜 哦 那也是 剛剛疫情因為限人租 隔天才准出來 我們現在過橋了 我經常覺得 花城這個店真的要鎖車 自己走也要走 對面也是 是的 河的對面也是 是的 這裏就是商業街 哦 商業街 這裏我最多東西買 大幅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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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 那裏就是那裏 這裏是第幾期嗎 這裏也是三期 這裏也是三期 這裏也有些店 有有有 前大媽我經常買菜 前大媽 你住在三期嗎 是的 有生活超市 這裏也有幾間生活超市 除了只有一 是的 有好幾間的 這裏有朱先生 也是賣日常的魚肉菜 什麼都有 除了有幾間生活超市 什麼都齊了 是的 有賣水果店 水果 百果園 是的 是嗎 是 這裏打對面也有兩間 兩間的房 再前一點也有一間 真的 洗頭 洗衣 也有 這裏有一間生活超市 也是買一些垃圾東西 真的很方便 這裏有一間剪頭髮的 外面也有一間 這裏有一間生活超市 很多的 其實是食肆很多 是的 那這裏是第幾期呢 這裏是第四期的三期的媽媽 這裏屬於四期的 這裏是四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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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湖這裏 這裏一直都是很多店 是 是的 這裏有一間 又是新開的 這間生活超市 百福 百福就是新開的 又開了一間生活超市 是的 其實都不用出去 不用出去 有很多東西 這裏又有診所 那些什麼 洗衣店也有 這裏又有一間洗衣店 是的 這裏我們去到巴士站了 是的 去到巴士站了 這裏都是有商店的 不過不是那裏那麼集中 是 前面也有商店 前面也有 不過是少一點 因為這裏是新的 這裏是新的 這裏是五期來的 五期還是四期呢 這裏 好像是四期來的 其實原則上來說 每一期下面都有商店 是的 沒錯 商店是不少的 很多的 但最集中最多東西賣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 第三期那裏 販戶的商業街那裏 最多東西賣 而且是普通的日常必需品 一齊曬的 現在五期商店還沒開了 沒開了 因為它剛剛還沒入伙 是 剛剛那些入伙 入得很少 是 在這裏 如果你在這裏 舍著 他會不會 會不會 如果 找一個人 他會不會 差點